我叫刘家璇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 芭蕾舞系的学生 刀尖上的舞者 脚尖上的舞者 我看到刀尖上的舞者 这几个字之后 我有一个思考 对于我来说 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者 在选材方面 他的身体外形条件 其实是非常苛刻的 就是老师们 对我的评价 就是家璇 可能你站在人堆里 看不见你 但是只要我一跳起舞来的话 观众的眼睛 就是离不开我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我今后的人生 可能就是一直会 在我芭蕾舞这个领域上 一直走下去 我就想问 就是您就不怕说 又要从一个新的领域 从零开始 但是就是一切 从新开始之后 又会回到原点的那种感觉 你会觉得之前 所有的精力和努力 都白费了吗 又从头再来了 那这个问题 对于专业来讲 那肯定是从零开始 但是作为人生精力来讲 它是站在了 更高的起点上 就是过往的 所有的 不会白费 过往皆为序章 对 所有的努力 即便是草蛇灰陷 也一定会公布唐娟 对 我们过去所有的精力 都会成为你最新选择的 支撑和基础 所以之前 看似可能觉得 跟现在所做的事情 没关系的 其实可能都是一种 积累和历练 某一个时刻 你会发现全用的事 其实今天我还戴了一个 二十年前 当飞行员的时候的 一个帽子 来 编导帮我们拿上来 这顶帽子 在我老家 已经放了很长的时间了 二十年前 2001年 我大学毕业 去学飞行 学第一款 第一批飞机 就是触交流 当时也没有头盔 那个年代都是戴的 小皮帽 后来这种帽子 到了第二年就不用了 又飞肩辑机 我想这个帽子 对我来说 它的意义就是 我接受新的挑战的 一个纪念 所以刚才说的 这种感觉会有 但是事后回过来 回头想一想 我大年的这个选择 已经成为我这一生当中 最宝贵的财富 我从来不会后悔 这个时候这个决定 它是时代 给了我们这个机遇 然后自己如果去 勇于去选择 就有实现这种 梦想的可能 二十年前 一段珍贵的记忆 谢谢